近期,高僧的一则言论引发广泛关注,他竟表示,癌症和香蕉之间有着这样一层关系,还不知道的,简直太亏了。 原来,近期某位高僧表示自己得到了佛祖托梦,佛祖表示,香蕉属于福报水果,它可以降低患癌的几率,减少患癌风险。 此言论已出,无数信徒哗然,不等众人对此言论发表看法。 美国研究所的一项最新发现,居然验证了高僧的话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该美国研究所对42万人进行的研究发现,每天吃一根香蕉的人在心脏和血管健康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正面变化, 香蕉因其富含的钾元素,有助于维持血压稳定,进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,长期坚持每天食用一根香蕉的人,其血管更为灵活,心脏健康状况也明显改善。 为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简单而有效的途径,在香蕉与癌症关系的研究上,该研究所同样带来了令人惊喜的发现。 香蕉中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有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,减少细胞损伤,从而对癌症的预防具有积极作用, 特别是对于某些癌症类型如结肠癌,香蕉的摄入与降低患病风险似乎存在一定的关联,高僧对此表示赞同,并提醒人们越早了解并采取行动,越有助于维护身体健康。 香蕉作为一种平凡的水果,其实蕴含着丰富的营养和健康益处,而每天吃一根香蕉的习惯不仅简单易行,而且对身体的保健效果显著,香蕉对人体有什么帮助?治疗高血压,香蕉内含甲。 可以使人体过多的纳离子排出,从而降低血压,其他降血压的离子那就是钙了,建议饮用牛奶加点香蕉,不错的一种降压饮料,哮喘。 伦敦皇家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,每天只吃一根香蕉的孩子,哮喘发病率减少了34%,癌症,食用香蕉,橘子和橙汁可以降低患上儿童疾病的风险。 香蕉含有一种蛋白质,可以刺激免疫力系统的T细胞分化,从而增强人体的抗癌的免疫力。 这种蛋白质,在肠胃道内就会被直接被吸收,不像其他蛋白质会被分解。 所以,更具抗癌功效,心脏健康,香蕉富含纤维。 甲,维他命C和维生素B6含量都有助心脏健康。 糖尿病,糖尿病患者还是可以吃香蕉的,但是识别吃熟透的香蕉,这样能减缓其升高血糖的速度。 熟透的香蕉血糖生成指数为52,而轻的香蕉只有30,二香蕉营养成分,一份香蕉被认为是126克,一份香蕉含有110份卡路里,30克碳水化合物和依据蛋白质。 香蕉天生就没有脂肪。 胆固醇和钠,香蕉提供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例如维他命,维生素B6含,三维他,钉C9等还有很多,而成年人建议的假摄入量是每天4700毫克,新鲜的香蕉一年到头都可以买到。 与其他水果不同的是,香蕉的成熟过程在采摘后不会减缓,香蕉应该在室温下储存,温度越高,香蕉的成熟速度就越快。 然而,为了延缓成熟,香蕉应该冷藏,香蕉的外果皮会变黑,但香蕉本身会保持更长的时间。 在你的早餐麦片或燕麦片中加入一片香蕉片,作为更有营养的早餐,像苹果酱一样。 成熟的香蕉可以用来代替油或黄油,三风险与防范。 北的受体组织剂,一种最常用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,可以导致血液中的钾含量增加,高钾食物。 如香蕉在服用杯的受体组织,即使应适度食用,摄入过多的钾对那些肾功能不好的人是有害的。 如果你的肾脏不能从血液中除去多余的钾,那可能是致命的。 有些人可能对香蕉过敏,如果有香蕉过敏的人吃香蕉,他们可能会出现口腔和喉咙等症状,比如养风、香肿胀和喘息。 香蕉可能引发偏头痛,经常有偏头痛的人,建议每天最多吃半根香蕉。 香蕉也含有大量的纤维,吃太多的纤维会导致腹脏,脏气和胃静磷,发表于美国中风杂志上关于香蕉对脑中风的预防。 研究人员发现,中年女性习惯吃高钾食物,比不习惯吃的女性能降低12%的。 得中风几率,根据最新的研究发现,香蕉里富含甲,女人50岁以上每天吃一至二根,有助于摄入量和中风预防,在这项研究中。 研究人员调查了90137名绝经后,妇女年龄在50至79之间约11年的时间,得出此结论。 当然,男的吃香蕉也是比较有效的,只是这份报告,只是针对女性进行的调查。 日常生活中,我们不必仅仅要吃香蕉,来一份菠菜也是不错的,寒假食品是无处不在。 只是需要你多吃一点蔬菜水果,假的作用有哪些,假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元素,其作用主要是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功能。 因此,人体一旦缺甲,不仅精力和体力下降,而且耐热能力也会降低,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四肢酸软无力,出现程度不同的神经肌肉系统的松弛软瘫,又以下肢最为明显,称为缺甲软瘫。 乏力严重时,还会导致人体内酸碱平衡失调,代谢紊乱,心率失常,且伴有心血管系统功能障碍。 如胸闷,心悸,甚至可出现呼吸机麻痹,呼吸困难。 每天两根香蕉,吃一个月,你的身体会发生这些惊人变化,肠胃改善,排便顺畅,胃痛,胃溃疡,胃酸反流的患者也可以吃香蕉。 因为香蕉里有许多天然抗酸元素,可缓解胃灼热和胃酸反流等。 其松软的组织有助于覆盖胃粘膜,避免受腐、腐蚀、酸等物质刺激,胃不舒服的症状,吃香蕉后很可能会消失。 香蕉中的膳食纤维并非最高,但由于它的其他成分能够改善胃部消化,刺激肠道蠕动, 因此,吃香蕉能改善排便,缓解便秘,不需要过多科学理论验证,这已经是许多人实际操作得到的结论。 降低血压,增强心脏香蕉,有助于降低体内的内元素,来自于过量摄入的食盐等饮食水平,调节高血压。 甲元素有助于增强心脏,最终能预防心脏病与中风等严重后果,缓解贫血,避免感冒,香蕉富含多种营养素。 其中关键的一种是膳食铁元素,通过补铁能促进血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产生,加强攻血,远离贫血,并且增强营养输送到全身。 另外,吃香蕉还有助于调节体温,无论秋冬发热发烧或者夏季气温炎热,吃它都有弊益,让你体力充沛,精神焕发。 香蕉以甲元素含量较高而著称,因此对提供恢复能量有奇效。 贝克汉姆、里纳、克比、布莱恩特等国际体育巨星都吃它。 其高水平的甲元素能防止肌肉症轮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升糖指数较低的碳水化合物成分,有助于确保体能。 因此,如果做运动,最好提前吃一根香蕉。 它能供应大约一小时锻炼所需的能量。 吃香蕉不仅有利于体能,也能增进精力,其中蕴含一种有益元素,叫色氨酸。 它能有效治疗抑郁症状,当人体吸收色氨酸后,它会转化为血清素,后者是重要的大脑神经地质,能提高情绪,令人放松和快乐。 5. 强化神经经期,调节女性吃香蕉,能缓解经前症后群,吃香蕉能够维持血糖正常,从而缓和神经系统,有镇定意识,放松身体的功效。 5. 最近天气开始转凉了,除了注意保温外,爱康君也要特别提醒各位,多关心一下家里的父母,注意预防这个季节最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,脑中风,脑出血及脑梗塞,多喝水,多吃点香蕉。 5. 综合而言,这项美国研究,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,让我们更加重视日常饮食中的香蕉,不仅有助于心脏和血管的健康,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癌症的风险,在关爱自己的身体的道路上,从一个小小的香蕉开始,或许是迈出的健康第一步。 5.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